對了 副總 有件事我想跟您說一下 我讓我閨蜜來公司上班了 這種事你不用跟我回報的 你自己決定就行了 顯得生分 這就是市場部辦公區 燕熙 這是古橋 好 市場部的新人 以後多關照點啊 好 交給你了 放心 好好幹 加油 謝謝王總 你好 我是汪美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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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夏孟 你好 我是古橋 一會兒再打招呼吧 那個 這邊跟我來 好 他又換包了 好有錢啊 你說他身上那些鑽 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吧 古橋姐 你真來了 那你之後有什麼事 隨時問我 謝謝啊 不客氣 杜總 杜總好 杜總好 那我說好了 只要你點頭 合同就可以繼續 副總那邊我去說 謝謝杜總 不過既然 已經有了更好的選擇 還有必要吃回頭草嗎 對 但時間緊迫 A力商場不是那麼好入住的 以免有變數 兵刑險招 不是杜總你教我的嗎 你男朋友回來沒啊 我的私人行程 為什麼要跟你匯報啊 孩子完了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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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劈腿了還不知道 需要幫忙嗎 那我給你 不用謝謝 這個再修改一下就行 好 馬上 鄭經理 那個 有什麼我能做的事情嗎 這先不急 不是才第一天來嘛 你就熟悉熟悉工作環境 了解一下工作節奏 我一會兒跟師父出去一趟 先走了 哦 煩死了 怎麼了 又要整理表格 我幫你啊 你 看過的 古橋姐 能不能幫我一個忙啊 好 這裡有一份文件需要匯總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有時間 給我吧 謝謝 不行不行不行 一杯難嘗 兩杯 好 嘻嘻 怎麼了 我老不用這個表格有點忘記了 這個 這個要怎麼鎖定啊 你不會啊 我就是我之前會 但是老不用就忘了 你可以教我 我就幫你做 哦 沒事沒事 這個挺複雜的 你給我吧 實在不好意思啊 沒事 我的問題 爬了一個屁股都不會啊 嚇死人了 是 安全出口間 得哥 怎麼約我到這兒啊 跟偷情似的 給你的 入職禮物 仙人掌 防輻射的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你兒 讓我像仙人掌一樣 頑強生長呢 這個寓意也不錯啊 怎麼樣 第一天上班 能適應嗎 當然能適應啊 就算把我一個人 扔到孤島 我也能很快適應 更別說在這高大上的辦公室 是嗎 那 我中午就不陪你了 我要出趟門 你可以跟王美 瞎夢他們一起 正好熟悉一下 在這周邊的環境 你別擔心我了 在人際關係這方面 你還不放心我嗎 袁總 我說他不會八卦我們的關係吧 你放心吧 我們公司 他是最不可能八卦的 嗯 那我走了 快去忙吧 王美夏茂 你們中午想吃什麼嗎 我請你們啊 好呀 我就不去了 我媽給我帶了便當 白桌蝦 嗯 我也不去了 走 吃飯 哎 兩位請慢用 謝謝啊 多娜 我說加上面試那次 我應該跟你說兩次謝謝 每次都是嘴上說啊 來點實際行動嘛 知道了 哎 我說你嘴角的傷 是怎麼弄的啊 不是說了嗎 夢遊狀態 你當我傻子啊 我問你 嗯 元哥現在跟那個正景男什麼情況 怎麼了 我昨天看見正景男跟一小姑娘在一塊兒 所以 你就跑去把人家揍了一頓 算你是個爺們 哎 你閨蜜被人劈腿 你不生氣啊 這不挺好的嗎 這不正歲了 某人的心願嗎 對吧 不是 那元哥他 多娜 我說這個哥哥呀 其實真的挺喜歡那個正景男的 哎 這好不容易談自來 居然還遇到這種男人 是啊 他把他僅有的那點智商 都放在工作上 嗯 一點社會生活經驗都沒有 根本分辨不出來什麼是好人 什麼是壞人 是不是啊 所以 長痛不是短痛 要我說呀 你就跑過去啊 直接說 直接的這樣 趁虛而入 哦 嗯 那 你說的這個吧 不太正經 哎我不正經 你別告訴我你沒這樣想過 可是現在元哥對我的態度 我說了他也不會信啊 那我跟他說是你告訴我 你覺得他會信我嗎 剛剛是誰說 要用實際行動來感謝我的 我呀 這不是嗎 哎 我請客 你買單 嗯 來來來吃點魚啊 這吃魚啊 補腦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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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樓上樓下我都看過了 現在這邊 沒有店鋪轉讓 也沒有合約到期 這不就有塊空地嗎 這兒 但是這兒挨著洗手間會有味道 而且人來人往都是去廁所的 會有人買東西嗎 那也就是說 其實本來這塊空地 是夠做一個店鋪的 只不過因為愛著洗手間 所以沒有租出去 嗯 畢竟愛著洗手間 還是會影響銷量的 師父 你不會這樣租這兒吧 有何不可能 熊啟明指說 只要我們入住A類商場 就答應和樹美合作 並沒規定是什麼位置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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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